換一個方法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換一個方法解決 你可以把這個綜合練習再複製一個 那複製方法最快就是你拖拉的時候 再多按個Ctrl鍵 拖拉加Ctrl鍵放開 它就會多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那請你把它改成叫做綜合練習 把它改成叫Tether 那Tether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換一個函數叫Tether來完成 那其實Tether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這個 應該叫格式 把文字的格式 轉變成你要的那個結果 所以呢 我們如果今天 當然如果今天要變3碼的話 其實像這邊要變3碼 這兩個要變3碼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用自訂的 然後呢 你只要給它3個0就可以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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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3碼的意思 OK 應該是要格式吧 3個0 就是意思就是3碼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邊呢 就會變3碼 那你想說 那我是不是全部全選之後 全部變3碼 那再把它串接起來 就OK了嗎 實際上特別重要 所謂的格式 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實際上存在Excel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084呢 其實不是 它還是84 OK 它只是表面上看到 是084 可是問題呢 你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那個表面上看到的 真的變成 我真的084的這個結果 如果說你要真的變成 就是不要是84喔 你要這樣子 不用就是變成084的話 而且是文字喔 你需要用一個函數 叫做TES 特別重要 所以以後喔 你如果說格式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這個結果拿來用的話 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函數 TES OK 所以很多人不會喔 很多人不會喔 就完蛋了 為什麼 很多地方就做不出來 真的有嗎 好幾個同學問我說 老師什麼地方 為什麼我 明明我看到的是 比如說你們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幾年級生 那我幾年級生 我是不是理論應該是抓那個前面 你想說 我用Laps 兩個字 不就可以抓到 但你會發現你抓到絕對不是你看到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日期本身就有一個格式 所以呢 你抓的時候其實是抓到 你看到的東西跟你抓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你要怎麼把它變一樣 關鍵的地方也是在TES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熟 甚至沒用過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多講一個這TES 那像我剛剛舉那個那本468招有沒有 那本書裡面就蠻多都在講TES函數 它範例好像蠻多都跟這TES也蠻有關的 那當然那個書裡面講的是一回事啦 不過我是覺得我講比較簡單的 因為你看有時候看書它寫的好複雜 寫的好多 明明就是兩三個動作做完 它可以寫一整頁 天啊 那這些看完 感覺好像那個真的是會做的 你又看待過就好了 那不會的人真的把它全部看完 你還是不會做 你反而不會做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了 簡單的技巧就好了 一 關鍵就是說 除了格式 只要你要先知道說它背後的東西 如果說你要真的把它改回來 我先把它改回來 除了格式 改回通用格式 如果真的要把這兩個變成 那個084跟007的話 插入函數 我們找到文字類裡面 很關鍵很重要的一個函數叫test 那test裡面的話 它就是什麼 指定的數值格式 將數字轉換為文字 OK 按確定 那我們的value 其實value指的就是 你要轉的那個文字 或那個資料 其實應該叫資料會比較精確 資料 你的資料在哪裡 value 所以以後看到value 你就想到資料 所以其實我發現應該 是要弄一個什麼呢 函數前面這個的翻譯 對不對 對轉譯 你看到value 你就把它當成是資料 你看到test 就是文字嘛 對不對 其實你會發現 它都是有固定的邏輯 所以如果你都看懂 我發現函數真的每個你都會用 真的 它前面的那個敘述方法 都有共通性的邏輯 只是說一般人好像不會特別去了解這個 而且書裡面好像也沒有特別講這一部分 但如果其實你這部分會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函數就會啦 好 我只是把我的經驗告訴各位 OK 因為我都是看前面 我看懂了 所以我會了 我發現其他你們人都不會 因為你們根本看不懂前面的意思 好 所以就 而且你刻意背它也沒意思啦 你背再多 你最後還是會忘記 所以這個value value就是 你要轉的資料在84 format test 就是你要格式化的那個 那個文字 我們剛剛不是補000嗎 就是那個000 所以你就給它一個 不過000記得喔 它一定是一個test 所以如果是 你只要看到關鍵是test的話 記得要前後補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補雙引號 出來的結果也不會正確 OK 這個也是關鍵喔 000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它會幫我把什麼 把84帶過來 有沒有 是一個數字 經過這個之後 它的結果變這樣 這個是最後它會丟回去 儲存個裡面的東西 就是一個文字 084 OK 按個確定 那當然你如果向右填滿的話 就是007嘛 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全部都轉完了 但是喔 你也不用那麼麻煩 我把這個整個去掉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是向下選取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整個刪掉 還蠻建議 你一定要記這個快速鍵 因為太常用了 有不要放這個嗎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它就整個向下選取 Delete 就整個刪掉了 那你也可以整個 用滑鼠選 不過很容易過頭 然後呢 我們就用剛剛的邏輯 一樣等於什麼 等於09 and 前面跟剛剛都一樣 但後面可能有點不一樣 and 再一個減的符號 再一個and and什麼 這邊減的符號 減的符號 and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呢 在and的時候的話 我就可以把剛剛的test拿過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什麼 插入一個函數 用test 放到這邊來 然後我就給它一個 這個G4 後面呢 就給它一個補一個 000 那它就幫我把08是帶過來了 這樣都OK了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用test來做的話 應該簡單多了 那後面的話 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 再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 就把這個G4 一樣 把它改成H4 就可以 所以這邊用改了 H 好 打個勾 向下填滿 也一樣的結果 所以方法二 我們 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所謂的test OK 可以完成 我剛剛講這個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這個其實可以刪掉 那延伸性的 一個練習 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生日 裡面的年次 比如說我要六年 幾年次的話 那你 假設我多一個欄位 你剛剛 你老闆要統計一下 你會員裡面 是六年級生的 所以你需要一個欄位 叫幾年次 或叫年次也可以 這個 把這個 這個複製一下過來 假設多一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是什麼 把這個 幾年次的資料 放過來 好 你前面如果用 那個剛剛的觀念 用lab 其實蠻多同用lab lab lab的什麼呢 這個東西 兩個字 有沒有 你用邏輯 但你會發現 他出來結果 為什麼 70年次變29年次 有沒有 66變28 哇 那其實錯的地方 主要就是在我剛剛講的 其實他這個背後有沒有 按右鍵出的格式 其實他裡面 你按自定 他其實就是這個格式 那你只要怎樣 先把它轉成文字 再去做切割 就會成功了 但如果你沒有把它轉成文字 你直接切割 你一定會失敗 OK 所以這一題 延伸性 也許你可以 玩玩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這個test 後面那個是延伸練習題 也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是蠻常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記得蠻多同學 工作上都遇到類似的狀況 就是他看到的東西 跟他要去切割或取得文字 結果居然是不一樣的 他就說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其實他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不會用test 如果會用test的話 那剛剛那個問題 應該就不存在了 所以蠻多地方 我覺得都是細節 但是會跟不會 結果就差很多 如果你不會 那怎麼辦 你突發煉鋼了 這問題蠻多的 好